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林杰 先生们 女士们 视频间的观众猛羊们 这次我又听说在这片森林中有一种很恐怖的生物 它们会晚上出现 在出现的时候会发出刺耳的警笛声 当地人都称它们为警笛头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亲眼见一见 这所谓的警笛头是个什么样子 顺便把它给杀了 好的 大话已经说出来了 那么既然要杀警笛头 我猜一套铁盔甲问题应该不大了吧 然后再整一把铁剑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咱们现在木头也挖的差不多了 把东西制作一下 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个像样的矿洞 制作一套铁盔甲还是需要不少铁矿的 非常棒 这个矿洞感觉挺大的 我现在就只要铁矿 只要有铁矿一切都好说 哦 这里有铁矿 一圈下来弄到了不少铁 再制作一套铁盔甲 铁矿矿造好了 然后再造一把铁剑 我们就可以出发 寻找传说中的警笛头 外面天已经黑了 我感觉很快就能够找到警笛头了 我去 后面居然杀出一只苦力怕 还好我躲得快 还想杀我 去死吧 我的天 怎么一下子这么多怪物啊 受死吧 什么声音 这应该就是警笛头发出来的声音吧 果然声音非常色啊 但是警笛头呢 为什么没有看到啊 可能还在森林里面 离我很远吧 我在这里多等一等 看它什么时候出现 怎么还没出现啊 我去 居然在我后面 快跑快跑 妈呀 怎么这么痛啊 一下子就打掉我四颗铁 这长得跟个树干一样 怪不得在丛林里出现啊 我感觉我打不过它呀 怎么又来一只啊 我还是跑到水里去吧 在水里 它们的速度就变慢了 看招 大哥 我错了 你别杀我 我没了 太惨了我 我是会开头说的话 这东西一点也不好打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和警笛头 互不去的 林布林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